等红灯 必让行人 定点换乘 近日 一辆造型独特 无驾驶舱的L4级自动驾驶巴士小宇 在河南郑州市金融岛附近的大街小巷穿梭 从接客出发 到接驳点换乘L3级自动驾驶公交 时间精准到秒级 让智慧出行分秒不差 记者搭乘体验L4级自动驾驶巴士 它无驾驶舱 有8个舒适的皮质座位 车身遍布多种传感器 无需人工操作 可实现自动驾驶 据了解 汽车行业将汽车驾驶自动化等级 划分为零级至五级 从零级的应级辅助到五级的完全自动驾驶 小宇除了具备常规的L4级自动驾驶巴士的超级巡航 动态避障 路口通行 自动泊车功能外 通过360度的全天候的感知技术 智能决策技术 智能诊弹技术 远程驾驶技术 打造了业内首款支持无安全员运营的自动驾驶巴士 斗战后 换乘L3级别的自动驾驶公交 可沿金融岛实现环线运行 与L4级自动驾驶巴士相比 L3级自动驾驶公交车为何要安全员 李高鹏表示 L3级自动驾驶公交是根据城市干线公交的应用场景打造而来 目的是为了减轻公交司机的驾驶劳动强度 提高了运营的安全性与舒适性 L3级的自动驾驶的公交车 我觉得这一类产品它是不能离开安全员的 因为这车上拉的有几十位乘客 它的运营的环境又更复杂 运营里程是非常长的 这样的产品我们定位就是通过自动驾驶技术来提高车辆的安全性 到达无人厂站 自动驾驶公交的安全员离车 该车可自动驳车充电 充电结束后 根据云控平台实现再次发车 我们U12的一个纯电动客车 它车上装的有我们的激光雷达等一些智能设备 车辆的话装了350度电 开空调状态下能行驶300公里 目前的话我们在我们充电工的充电是一个小时充满 车辆然后在这个车位上进行驳车充电 包括一件发车 据李高鹏介绍 他们的5G智慧出行方案围绕聪明的车 智慧的路 智能站台 无人厂站 云控平台 自动充电六个方面 实施建设城市智慧出行交通系统 通过智能驾驶中运辆公交线路 和自动驾驶微循环巴士线路 微循环线路与金融岛内线路相通接驳 构成智慧公交网络 这也是全国首条实现商业化常态运行的智能驾驶公交线路 截至目前 运营里程超过7万公里 平均运营速度提高了一倍 车辆准点率百分之百 全程运营时间从70分钟下降到40分钟